老爸 剛剛比賽騎進行車試我贏了 做了再一句 嚇死我了 你又想捉弄我吃完 你覺得好玩嗎 好玩嗎 好玩嗎 那 那來裝睡覺嚇我了 誰嚇你了 每天都捉弄我吃完 捉弄我啊 一天到晚你就捉弄我 你覺得好玩嗎 你嚇我嚇我嗎 你這樣我 我怎麼了 就這樣掛了 我有個問題想問你啊 什麼 你是不是喜歡嚇我 直說 回答我 我喜不喜歡她跟你有什麼關係 我跟她 是從上海 一起來這兒上學的 我有義務保護她 她不能受到傷害 你怎麼就覺得我會傷害領小萌呢 你們不合適 我們不合適 嗯 那你們就合適 我 關鍵是你跟她吧 你對她老是那種 虛虛實實真真假假 若有若無的 這有的時候不說清楚 她不就是一種傷害嗎 那你還說我 啊 那你有說清楚嗎 我 我 我是很珍惜我跟她之間 現在這種 感情你知道嗎 反正你啊 我告訴你你你你 你不能傷害她 林小萌也是我的好朋友 你放心 我不會傷害她 嗯 我不說清楚 總比你悶在心裡好 小萊勇敢一點 你喜歡林小萌 我第一天都看得出來 隔了這麼久了 她什麼表示都沒有 你就害怕改變 就害怕邁出這一步 害怕被拒絕 害怕失去 害怕林小萌跟你說不 是不是 你就不怕 怕什麼 沒有愛情還有友情 不 懶得跟你說 唉 再見 周小萊 重點不會答案 是勇氣 你再不說 那我行動了 好 啊 超人阿姨 來 這是我女兒 我回來搬休息 終於回生了 我來搬休息 你 你就會進行 我來搬休息 就算發生了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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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郑磊 我承诺过你们我会回来的 我回来了 对不起 我回来完了 是晚了八年 小毛 这八年你怎么一点消息都没有 我在美国念书的时候 发生了一些事情 就没有和你们联络 那个时候我念书压力特别大 念着念着我就休学了 我爸帮我安排了一个建筑事务所 让我去实习 让我多一些务实的经验 我为了完成你们我们的梦想 拼了命的一刻都不敢歇息 后来才回去把书给念完 我没有辜负你们的期待 我进了上海最顶尖的 奥斯敦建筑事务所 我不相信 我不相信 我不相信这就是事情的真相 我再给你一个机会 你好好说实话 好 我说实话 你知道一个人在美国生活 有多孤单多寂寞吗 我经不起这些寂寞 我爱上了一个男人 那个男人也特别爱我 我以为我们会走下去 所以我不想让他知道我有一个孩子 我心疑狠 就断了跟你们的联络 那现在这个男人呢 翻了 您怎么往八年不见呢 没想到底就练得一声 睁眼说下话的本事 是 小毛 把事情说清楚有这么困难吗 如果你碰到什么困难了 你可以很直白地告诉我们 说真的 你签在军一个解释 三百六十五天 天天天都是在军在照顾妙妙 天天都是在军在照顾妙妙 张磊 在军对不起 我违背了我的承诺 不负责任地把妹妹留给你们 我知道我怎么做你们都不肯原谅我 但是不管你们怎么怨我怎么气我 我还是要回来 那你现在回来 想干什么呢 我想要和妹妹相认 你把她当什么了 做话做话说认就认 妹妹这帮男过得很幸福很快乐 她不需要你 你把我的帮助 在军出ию 成这样 可能走着 回来 所以说 我的天也是 她不得到 她不得到 很急 她不得到 她不得到 而不是她 是她不得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妙妙睡了 这么可爱一个孩子 你说小萌怎么一忍心 就这么走了八年 最近妙妙想妈妈了 结果她就回来了 这样的妈 还不如不回来 你真的这么想的吗 来两份橙汁 OK 谢谢 等一下啊 今天晚上风还挺大的 是啊 海边就是这样 喂 奶奶记不记得 妹妹幼儿园的时候 她只有一感冒就一吐 我当然记得 有一次 她吐了一整天 差点把肠肉吐出来 你在卫生间给她洗床单 我在擦地板 她躺在床上 有气无力在那儿说 爹地 对不起 我当时就不行了 差点哭 记得有一次 有她发高烧 连续烧了三天 我把我搭去医院 去打退烧针 就刚回到家 又有烧血 那个小生板 像个腐活如影 刚添好了水 带她去洗澡 洗完了 洗完了 烧好像退了 几回爆厂房 又烧起来了 没有啊 我在晚上围个五分钟 就帮她来一次体温 睡得不敢睡 这些啊 小萌她都不知道 她错过了好多啊 可是不管怎么样 她都是淼淼的妈妈 是妈妈有怎么样 我不会让她来 打扰我们平静的生活 那你打算怎么办 我明天就让她搬走 老板早 老板你怎么这么早啊 走 走 老板你怎么了 心情不好啊 没事 可是你看起来有点 去忙吧 去忙吧 大家早安 对不起啊 干嘛 老板心情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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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给啥子来的那个林小姐 让她来前台一下吧 哦 喂 请问是林小姐吗 不好意思 我们老板有事找您 可以麻烦您来跪台一趟吗 谢谢 有事吗 天心 帮林小姐帮你退房 我为什么要退房 因为这里不适合你 帮林小姐定为的民宿本 我不退 这里的房费我已经付清了 你不能让我搬出去 你的房费我有权数退还给你 我喜欢你们的民宿 我想住在这里 我不想错过待在这里的时间 有些事情错过了 这样再过去吧 没有标志的疑案了 原来错过了 不代表以后也会错过 我不希望我的人生有遗憾 你会不会想事情 想得太过离手当人 请你搬走吧 这就是你们的代课知道吗 这就是你们的代课知道吗 我远道而来 你们却一直拒人千里之晚 麻烦你别能费大家时间哪 嗯 老板 所以现在是要退还是不退啊 退 不退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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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骑很慢 我够快了 淼淼 你要多认读 好好好 慢点啊 来啊 下课我还是有地方接你啊 拜拜 小心点啊 知道了 拜拜 拜拜 哎呀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我前阵子回到上海 安顿好了这些地方和工作 我先去找到你 但是你的古董家具店没有开门 我又想到你跟我说过 你爸爸得过经济奖的美术设计 就这样辗转地找到你家地址 你还记得我之前说过的谎 俊磊 我不是忘记了过去不肯回来 而是我牢牢地记着过去 但我不能回来 你说的所有话 我都记得 以前我们是多么好的朋友 我相信你肯定很生我的气 但发生了这么多事情 他一定不会抹杀我们的情感 至少 我真的很珍惜 所以呢 你就去了我家 我见到了叔叔阿姨 阿姨看着很端庄很温柔 叔叔倒是不一样 叔叔告诉我你在墾丁 所以我就飞过来了 陈磊 我知道我有千百个不对 但我终究是淼淼的妈妈 我真的很想念淼淼 你很想念淼淼 那我想问你啊 淼淼每年生日的时候 你在哪里 淼淼每次生病的时候 你又在哪里 淼淼每次生病的时候 你应该出现的 我没有办法反驳你 但是秦磊 但是秦磊 你一定给我这个机会 我知道淼淼有你们很幸福 但她肯定也需要一个妈妈 让我和淼淼相认好吗 这是我唯一的心愿 小萌你知道吗 从商大学开始 你所做的任何一个事情 我都非常非常地支持你 但是这一次 我没法支持你 我没法支持你 八年了 八年的时间你去哪儿了 首先呢我很理解你 想证会妙妙这个心情 我真的非常理解 但是八年时间 不是对不起三个字 就可以一带而过来 八年时间 在军对妙妙 是全身心的付出 所以我想只有在军可以给你拔 我不认识 这个刀跟粒长得很像 可是是不一样的字 不一样吗 不一样吗 哪里不一样呢 我觉得 一 异样啊 不是你看 到她没有出头 前面这边突出来的话 就变成了利这个字 你再写五次 再写五个 好 到没有出头 尼小姐 请问有什么事吗 没事啊 我就随便来看看 嗯 那我们继续上中文课了 嗯 嗨 我们 看什么 谢谢 谢谢 你在写作业啊 嗯 在写什么作业呢 国语 国语 妙妙的字真漂亮啊 老师也是这么说呢 那你写吧 阿姨就不吵你了 我坐在这里陪着你 看这儿 你看你这儿又出头了 超容阿姨 你知道干是什么布吗 这结果吗 干啊 这个比起来 干的布说就是干啊 那妙妙 你知道干是什么意思吗 你看 就是甜的意思 甜心姐姐的甜 你怎么这么聪明啊 今天在学校 有没有发生什么好玩的事情 对 有啊 今天在打扫的时候 出现了一只毛毛虫 而且牛魔王还把它丢给了 好坏 牛魔王很喜欢捉弄你啊 嗯 她很讨厌我 嗯 搞不好 还是喜欢你啊 怎么可能呢 她上次还思误的话 而且 骑脚踏车我赢她 她还不认输哎 对了 让阿姨看一下 你上次摔伤的地方 还疼吗 不疼了 那乔林阿姨你呢 我啊 我也不疼了 只留下一个小小的箱口 真的不疼了吗 嗯 那个也给我贴窗可贴啊 嗯 你要注意箱口哦 不让假如发炎更麻烦 也不要碰到水 嗯 谢谢你妹妹 不客气 那你写吧 我陪着你 你最爱就让我很不安 你想怎么样 我只是想多陪一下淼淼 逗她开心 我没有恶意 我说得很清楚了 淼淼不需要你 雷军 你可不可以不要把我当敌人 你考错了 我没有把你当敌人 我只是把你当个路人 跟着我上海 你要不要再回来了 那淼淼就先开心心的生活下去吧 你放心 我会把她养大 我这辈子都不会放弃她的 我不会放弃她 妹妹是我的女儿 那你不配做一个妈妈 我知道 这八年以来 你为了妙妙放弃了许多 牺牲了许多 我无以回报 先撇开大人的恩怨不讲 请你平心静气地 站在妹妹的立场想一想 不可否认的一点 孩子是需要妈妈的 这八年来 你就没有想过她需要妈妈了 你现在口口声声说 要她会来认日妙妙 我问你要消失了 妹妹怎么办 我宁愿她不知道 我也不希望她拥有了 你要再逝去 你懂吗 我不会消失的 我这一次回来 就没有打算要消失 老板 老板 里面雪管不好看来了 水都露出来了 快点 你们看 回去 回去 去哪里来了 在二楼呀 我姐你去 不好意思 来 来 来 你怎么要都这样 对不起 这怎么不吃的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我的行李都打湿了 我再来啊 我再来啊 我再来一下 都吃水 来一下妹妹 我带你出去 我行李还没拿呢 我带你出去 在外 你们这怎么回事啊 老板呢 我们房间淹水啊 实在不好意思 你们可不可以出去 等我们一下 可以出去等我们一下吗 不好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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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两位 天心 我在 给你通知那个水电 还能修理一下吧 水电 天莫名其妙的 好 搞得整个假期都烤汤了 放心 我们不吃你了 你今天穿什么 对啊 我们来度假的 太扫心了 妈妈 我要喝水 实在是不好意思 对对对 先喝点水水吧 不好意思 谢谢啊 这树的水管 真的太旧了 估计没有淹水的地方 都要重新检查一下 打工程了 实在不行啊 好了 重新装修吧 还能有什么办法呢 吃点东西吧 就这样吧 先吃东西吧 天莫名其妙的 各位不好意思啊 我在这里向各位 表示十二万分的抱歉 真的对不起啊 这样吧 我给各位安排别的民宿 然后大家的房费 我全数推给大家 我们都受了很大的惊吓啊 你觉得真的不需要一点 精神赔偿吗 对啊 天都这么黑了 是啊 我们大老远跑到这儿 居然就成了这个样子 哎呀 就是说嘛 我差点从楼梯上摔下来 谁出来了啊 天莫名其妙的 日子这种事情 你让我们怎么办 你们的心情 我绝对明白 各位 你们有点诚意没有 请听我说几句话 我也是这间民宿的客人 我看了九尾老板 现在是真心实意地 在解决问题 谁都不愿意 发生这种事情 既然老板都承诺了 这几天的房费 全数退还 还帮我们 安排了别的民宿入住 我们就不要计较了 我们来到海边 都是来度假的 别坏了度假的心情 没错没错没错 度假嘛 心情最重要 对不对 保持一个非常良好的 欢快的心情 真的真的 抱歉 十分抱歉 出了完就是要开心 人没事就好 来 先吃饭啊 对对对 来来来 吃饭吃饭 慢慢吃啊 什么不要饿着啊 来来来来 这个很好 有薯条 有鸡块啊 我家里的保护 就是吧 开心一点 什么不好啊 慢慢吃啊 不行 不要过去吃饭 好 马上去 马上去买啊 别着急 行啊 也准备待你了啊 辛苦了 这次把Skyline的 所有老旧管线 全部换掉 得花一笔钱哦 一笔钱 吴教授不是让你去设计 母校的新大楼吗 吴教授是看在我老爸的 面子份上 什么 你想多了 他是看着你有实力 你现在不是缺钱吗 你要不然 把这活儿接了 你再说吧 你来干吗 我不想住你们安排的民宿 我可以住在这里吗 不可以 小萌 好 张磊 收留我吧 我说得还不够清楚啊 我说不可以 怕死了 妙妙 超人阿姨 这么晚 怎么还不睡觉啊 来来来 坐下 睡觉 快快快 这 小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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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不是为难所有人吗 正来 让我在这里就住几天吧 我想你明白静一天 这样的氛围下面 不是所有人都会尴尬吗 再说了没有空房间可以给你 没事啊 我随眼啊 我哪儿都能睡 你看 这不是一个特别好的床吗 我特别喜欢睡觉啊 这 老爸明天还要看到超人阿姨吗 再说吧 你赶紧睡觉明天一大早还要上课呢 我来 老爸晚安 喂 我来看一下妙妙 妙妙已经睡了 哦 爱的味道 留在相遇的那天 回忆里面究竟藏着什么 我们的爱浪漫了整个夏天 是多少远才没与你错过 我们的故事也许没人在乎 我只想静静拥抱你 我只想静静拥抱你 心跳让你听到时光静度 就算没有方舟 两个人 两个人紧握着双手 就足够 你把 burden 你级大静拥抱你 不真正的爱的爱 我只愿陪在你左右 爱的味道留在上面那天 回忆里面究竟藏着深夜 我们的爱浪漫了整个夏天 是多少月才没与你错过 我们的故事也许人在乎 我只想紧紧拥抱你 心跳让你听到时光尽头 就算没有放纵 两个人紧握着双手就足够 命运前爱的记忆带不走 我只愿意在你左右 我永远守在你背后 小萌 你在干吗 早啊 我在做早餐 做早餐 好了 好了 我来我来 放下放下 你负责帮我摆一碗筷就好了 你别捣乱了 你别捣乱 你快去 你行吗 我当然行啊 你别捣乱了 你别捣乱我 大家早 早安 早安 天天早安 超人啊阿姨 你在做什么 我再做早餐啊 超人哪里做的早餐 可以吃了 我抓不准你们吃的是中式还是西式 所以我两种都准备了 开动吧 来来来 开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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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朋友 什么问题啊 你这些鸡蛋是怎么样 留地上了 我做的时候太紧张了 本来想放点盐的 抓错了罐子 这些黑色的点点啊 是黑胡椒 妹妹不吃黑胡椒了 她怕辣 没事没事 我吃我吃我吃 那 淼淼 你吃这个炒蛋吧 嗯 这个炒蛋啊 我保证 我放的全部都是盐 多吃点啊 慢点喝 慢点喝 淼淼 我盐好像放多了 一点点 一点点咸 不然有 这几个意思啊 我想煮粥的 水好像少了点 你们 你们不吃吗 吃吃吃吃吃吃 吃 呃 淼淼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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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 来 还有这个可以尝尝 你们多吃点 超儿阿姨以后都会住我们家吗 嗯 超儿阿姨呢 由于那个民宿啊 这个水管还没有修好 所以 暂时住在我们家里 耶 妹妹 快点吃 吃完送礼上学 来 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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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爸怎么都不吃啊 我爸不饿 你吃吧 我可以在旁边加东西吗 我没有树叶 这边还有啊 这边有树叶 嗯 用过的树叶还可以用吗 还是可以用的 嗯 你给我拆一下 很不错哦 喵喵 用树叶拖映出猫咪的样子 构图很不错哦 谢谢老师 不客气 好了 各位小朋友 我们认识植物的课程告一段落了 下一次开始呢 我们要来认识动物 所以大家下一次 可以把家里的宠物带到学校来哦 eye 莫莫 带我带来吧 带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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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们 我一定要带我带 我要带小狗 你要带小狗 还有带小狗 还有什么呀 我要带我带 你要带你带呀 你带是你的宠物吗 再倔啊 这个行政大楼 关乎学校新的风格和新的面貌 你对学校再了解不过了 交给你我很放心啊 至于营造的部分 就要由你父亲的公司来负责 教授 能不能帮我保守过命运 你就跟我爸说 是你其他的团队设计的 行吗 一家人有气话 过来就算了吧 你们俩一样固执 谁才是父子嘛 很久没回学校了 很怀念吧 Q1680 168168 我们以前 就爱在那个办法里面学习 这还在吗 去年有了一个新的研究室 Q168要改做仓库了